你觉得你准备好当妈妈了吗 那如果你的小孩 在十八岁生日那一天 包包收一收 然后跟你说 在过去十八年谢谢你养我 他就背着包包走了 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 在未来会发生 那你今天还会选择收养小孩吗 这个问题 其实我反复想过很多次 如果有一天 小孩想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或者他想要离开我们 去看看这个世界 那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跟我老公 是想要一起陪伴一个生命长大 不是拥有他 每个生命本来就是独立的个体 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 我们都会尽全力无私地去爱他 让他活出他应该要有的样子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偷偷塞几个杜家招牌搞赌丝 在他的包包里面 让他肚子游的时候 就会想起家的味道 老公 嗯 嗯 他的生日 跟我宝宝预产其实同一天 失去的 我会再回来 真正属于你的 会用各种方式回到你身边 喂 哇 妈 我带来 哎 乐乐耶 哎呀乐乐 乐乐过来 过来叫阿嬷 乐乐 我要绑起来 乐乐现在玩得很开心 她没有空理你了 放心啦 我很快就会带她下去一轮找你 哦 乐乐给你找你 哎呦 你明天就来啦 明天就带她来啦 我买了那个公主洋装要给乐乐 我还订了一只鸡要做白胆鸡给她吃 好 妈妈 爸爸 爸爸啊 妈咪宝 我是妈妈了 我的未来 也许还会有一只猫 两条狗 一缸子的鱼 跟一屋子吵闹不休的小孩 未来 谁也猜不到 可能有时候很幸运 有时候很不幸 当搞不懂老天爷在想什么的时候 看看眼前的一切 晴朗的天空 何许的阳光 充满绿意的草原 是郭庆新手组的 大家多喝一点哦 看起来好多吃 嗯 好好喝哦 好喝的留最后 你刚刚不是说很好喝吗 好喝啊 当然 还有难喝的浓汤 破掉的气球 跟臭乎乎的鸟布 以及 那些哭着 笑着 都爱着我的人 我不懊恼过去 也不再对未来不安 现在的每一刻 就是最好的礼物 每一天 都是最美好的一天